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赖通的是甲方领导 公司的一个大项目谈得差不多了 老板请我们几个主要劳动力去夜总会放松放松 这是江边上最豪华的会所 夜夜爆满 没点关系进不来 今天就带你们几个长长眼 是 是 跟着李总光胜长见识了 我掏出一根滑子 亲自给老板点上 这滑子还是我为了今天的厂子特意买的呢 不愧是顶级 小姐姐的质量也都高得很 什么类型的都有 有穿完礼服的 有穿女仆装的 还有穿着西装套裙的 各个调顺人量 平均一米七以上的大高个儿 长腿细腰 进了包间椅子排开 笑眯眯的跟我们打招呼 老板晚上好 小声音那叫一个甜哟 李总眼都直了 我们几个也眼花了 这这这哪个男的能顶得住啊 李总挑了个黑丝制服的眼镜娘 可能因为他自己的秘书太丑了 想找个一下 我们组的技术宅王顺强选了个看起来十分软萌的圆脸妹 我吧 头一次来 有点不好意思选 很快 除我之外的人都选完了 带队的营销经理讨好的笑着 没关系 我再叫几个姑娘来 老板们慢慢跳哈 他对对讲机嘀咕了几句 没一会儿 包间的门开了 一个身穿纯白西装的女人推门走了进来 满屋子的姑娘都是长长短短的裙子 她一袭干练的白色西装长裤很有味道 我再仔细一看 卧槽 这不是杜明轩吗 我的前女友 前两年她把我踹了 和一个肥头大耳的富二代搞到一起了 如今真是天道好轮回 她非但没能飞上枝头变阔态 反而沦落成叶总会的小姐了 今天我就是来消费的大爷 他的上帝 想到这儿 我的腰杆子都挺直了 于是我冲着他大手一挥 妈妈桑 不是 经理 就他了 我点他 营销经理微笑着看了看杜明轩 又看了看我 我听到他嗯 了一声 下一秒 我老板冲过来 给我一个响亮的大逼兜 那他们是甲方领导 我傻了 李老板已经热情地握住了他的手 杜总 您来了 杜明轩微笑着跟我老板握了握手 转头看了看我 李总 你们公司的员工真热情 嘿嘿 都年轻人 不剩酒粒 这不 还没喝就多了 嘿嘿 杜总千万别见怪 李老板说着 狠狠贴了我一眼 脸都绿了 我捂着脸干大的笑笑 杜 杜总好 那什么 杜总好雅兴啊 我他妈怎么知道 原来女的也会来叶总会谈生意啊 营销经理健壮 实相地带着其余姑娘们走了 就这样 我成了全场唯一一个没姑娘赔的倒霉男的 但杜明轩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我 唱歌的时候 他点了个男女队唱的 李老板 我看你们那位员工没有女伴 可以让他陪我唱首歌吗 说完 又皮笑肉不笑地问我 可以吧 可以你妹的远房大表舅他亲爹啊 但迎着老板能杀人的目光 我还是挂上了虚伪的营业用笑容 当然可以 客户就是上帝 杜总高兴就好 大丈夫能屈能伸 为了业绩 折一下腰怎么了 一首唱完 李老板肚子里那点为数不多的墨水都用来夸他了 那酸词听了我牙都倒了 但杜明轩似乎很受用 于是他又继续点了第二首 第三首 别人都在搂着漂亮妹子 开心地吃吃喝喝 只有我变成了不要钱的会所压公子 扯着快冒烟的嗓子 一首接一首地陪唱 连唱了五首之后 杜明轩终于不点了 可我屁股刚坐下 他又举着酒杯过来了 小宋是吧 歌唱得不错 不介意陪我喝两杯润润嗓子吧 谁他妈拿酒润嗓子 我怎么看你像急了坏心颜子的华飞 感情拿我当小鸟了是吧 但李老板可不管那一套 他眼前一亮 像是发现了新大路 当然没问题来 我介绍一下呀 这是宋青 我们单位的技术骨干 项目交给他您放心 肯定没问题 杜明轩似笑非笑的晃晃酒杯 哦 这位宋公看着是挺可靠的 不像是会在背后捅刀子的那种人 我听出他在挖苦我 毕竟在我们分手后的第二天 他薄情寡义 外加审美畸形的传言 就飞遍了整个戏 对 正是在下传播的 从那之后 杜明轩的名声就臭了 连学生会的职务 都被看不惯的学姐趁机给撤了 没过多久 他直接休学了 李老板哪知道这层渊源 还在尬吹 我的人品贵重 技术过瘾 丝毫没注意 我笑得比哭还难看 等这场酒局结束的时候 我已经快喝吐了 杜明轩这娘们 借机公报私仇 实打实地往死里灌我 即便如此 李老板依然郑重地 把送杜明轩回家的任务 交给了我 出租车上我睡着了 等醒的时候发现 已经开到西郊了 还是司机大叔给我喊醒的 大兄弟 你家到底在哪啊 我这都开了快俩小时了 啥玩意儿 我的酒醒了大半 就刚才那女乘客呀 她下车时跟我说 你家住西郊公园附近 让我往这边开 等到地方了再叫醒你 我家不住这儿啊 我家住东边 世纪家园啊 那怎么着 我再给您拉回去 必须的呀 黑灯下火的 我能从这荒郊野岭的地方 下车吗 得嘞 我刚已上靠背 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师傅 刚才那女的 在哪下的车 哦 也是东边 霞光到别墅区 离世纪家园不远 卧槽 算她狠 我拿着800块的打车票 去找李老板报销 她看她发票 又看了看我 你小子跟我玩的哪一出 但我不知道 她家住城东的别墅区 这解释起来话就长了 不过李老板还是痛快的 在报销单上签了字 我觉得杜明轩看上你了 搞定她 他们公司后续 还有不少业务 随便露点出来 就够咱们过个丰收的大年 哦 对了 我们公司规模不大 平时借一些大公司看不上的活 同时也借大公司的外包 不是 杜明轩恨我恨得牙根痒痒 我是有多想不开 才会主动送上去 老板 这活我干不了 你要真想拿业务 最好还是让我离她远点 后半句实话 我没敢说出声来 事都没事 你就说不行 我他妈不是让你陪她睡 是让你对业务多上上心 等得紧一点 万一中间你们产生出什么私人情愫 男为婚女为嫁的 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对吧 你爸好歹是我师父 好事我得紧给你啊 我叹了口气 私人情愫没有 冤仇倒是不少 李老板看我一脸苦大仇深 以为我嫌没好处 怎么 不见兔子不撒婴 行 我现在就通知人士 你的工资涨一倍 等拿下了凝成的其他业务 年终奖也翻倍 卧槽 不看僧面看佛面 不看佛面看前面啊 实不相瞒 我去年才刚刚结束了租房生涯 按揭买了套小房子 多年积蓄全天首付礼了 每个月的贷款压力确实不小 转念一想 大不了把她当成足奶奶哄着就得了 反正我之前接触过的奇葩客户 也不在少数 正想着 余光瞥见一双雪白修长的大白腿 正朝我这边走过来 看那走路的姿势 我就知道是杜明轩 李总好呀 听说负责跟进项目的是送公 老板赶紧热情地迎上去 还劳烦你还亲自跑一趟 怎么没给我打电话 我好让小宋下去接你呀 这时我才知道 杜明轩以项目需要 提速增效为由 让我们公司出项目对接人 去宁城上班 毫无疑问 老板把我给推出去了 我知道后 用眼神问候了老板全家三十口 连远亲都没放过 他就跟看不见一样 满脸堆笑的 让我去收拾东西 别耽误去宁城报道 小宋 这可是好事 你深入内部 好好探探他们 还有多少项目是我们能做的 争取都拿下 老板趁机跟我说悄悄话 我擦 果然 李老板这家伙 在利益面前没有心 更没有脑子 他就不想想 如果宁城的项目 能靠着我出卖色相就能拿下 我干嘛不自己注册个公司干呢 我都那么牛逼了 我他妈为啥还要给你打工呢 就为了让你吃肉 我喝汤 这个破鼻斑真是不上也罢 何西北风就喝吧 印记的风味道更假 这时 杜明轩微笑着对我伸出手来 宋公 项目期间就请你多关照了 他今天穿了一套时髦的西装裙 淡淡的蓝色 衬得他肤色干净又清爽 剪裁得当的版型 勾勒出凹凸有致的身材 裙子侧面微开差设计 使得他白嫩的长腿若隐若现 他脸偏圆 笑起来的时候眼睛弯弯的 连上翘的嘴角都和记忆中一模一样 我的心脏先是漏跳了一拍 接着又怦怦地敲起鼓来 神识鬼差般 我握住了他的手 他的手一如既往 小小的一只 温暖而柔软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 好 我这就去收拾 杜明轩这娘们一定是和我老板联手坑我的 自打我神识鬼差地答应来宁城上班后 已经过了一星期 这一星期 什么工作安排都没有 说来也是 宁城什么技术人才没有 当初我们年纪成绩第一 被保研的学长方健就在这上班 还只是个小小的主管 杜明轩把我的工位 安排在他的独立办公室对面 掀开百叶窗 就能直接看到的那种 曹 我在脑海里 使劲回忆着那个肥头大尔夫二代的名字 叫什么来着 姓陆吧 好像是叫神妖路子乔来着 没想到啊 人不可貌相 这逼看着蠢了巴基的 结果企业干得这么大 这么看来 杜明轩也不是审美畸形 他这叫独具慧眼 要不是被甩的 那个倒霉蛋是我 我都想夸夸他了 宁城的员工 对我的到来 纷纷表示好奇 方健来跟我打听 问杜明轩 挖我来做什么岗位 难道是空降的技术总监 我赶紧摆手 我这人最大的优点 就是清楚自己几斤几两 他狐疑地看着我 那你是什么岗位 可我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是啥岗位 只能苦笑着摇摇头 没过几天 就开始有谣言传出来 说我是杜明轩 从别的公司高薪挖来的小白脸 之所以不给我安排工作 是因为我的工作就是哄他高兴 杜明轩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每次开工会的时候 从不带着我 给我安排的工作 也是各种无关痛痒的杂货 就比如今天 他把我交进办公室 递给我一张海报 一个有名的网红甜品店 盛大开业 开业可享受4.9折优惠 他跟我说 我想吃这个草莓奶油可送 还有这个巧克力留心蛋糕 多买点回来 当做大家加班的慰问品 到了地方我才发现 店铺外面人山人海 排队的人少说 也得有大几百 而队伍的移动速度 堪比蜗牛精上身 排了没一会儿 我已经快被冻成孙子了 最要命的是 人家都是两个人搭班排队 能替换的上厕所 休息和吃东西 我他妈自己一个人 脚丫子已经快冻得 失去知觉了 两条腿也站得生疼 更要命的是 就算我的腿能坚持 我的膀胱也坚持不了了 我跟前面一个染着黄毛的精神小伙说 兄弟 我实在憋不住了 我上了厕所 我站在你后面的 受累受累 他露出友善的微笑 臭膜比了个OK的手势 没问题 你去吧哥 等我回来想站回去 后面那个女的不干了 你哪来的呀 这么大个子一男的 穿得人模狗样的 怎么还插队呢 不是 妹子 我刚才就是站在这兄弟后面的 我赶紧解释 顺便拍了精神小伙肩膀一下 干啥干啥 动手动脚的 我可不认识你 没想到那黄毛换了一副嘴脸 还嫌恶的胆了胆我拍过的地方 还没等我说话 那女的又吵吵起来了 挺大个子不要逼脸 碰瓷是吧 我懒得跟一女的计较 我转头问那黄毛小伙 兄弟 你什么意思吧 他上下打量了我几眼 双手往胸前一插 这么着吧 看你也挺急的 我可以让你占我这儿 但你得拿五百块钱 你就是上网找个带台队的 遇上这种天气 这种火爆的店铺 也得这个家 旁边的女的又说 你要不乐意交钱台队 买我们手里的也行 小甜点一个加一百 蛋糕一个加五百 五个起寿 他一侧身 落出身后墙边上 摆着的一六包装袋 好吗 感情我遇上黄牛党了呀 他俩这一唱一和的 把我气笑了 你们咋不直接去抢呢 那男的拿眼睛逆着我 兄弟 看你的衣着打扮 怎么着也是个白领 这是排队给女朋友买吧 这点小钱都不舍得 他一边吃笑着 一边跟周围的人说 这么抠门 哪个女的倒了八辈子 没跟你搞啊 当心人家找个富二代 直接绿了你 周围的大概好几个 是他的同伙 纷纷跟着起哄 我甩了甩块冻僵的胳膊 蹬了几下腿 下一秒 我轮圆了 直接给他来了一记左勾拳 直击他那张甜不知耻的饼脸 他被我打得转了一个圈 口水都喷了 紧接着 边上那女的尖叫起来 周围几个混混模样的男的 都围了上来 打架一对衣 我没问题 这种瘦成鸡崽子一样的精神小伙 我一只手就能收拾了 但对方人多势众 还有女的时不时冲过来挠我几下 干扰我发灰 导致我吃了点亏 衣服撕破了 脸上也挂了彩 围观群众报了案 我跟对方坐着乌啊乌啊的警车 一路进了橘子 橘子里真暖和 呆得我都不想走了 警察说因为是我先动的手 看看能不能和对方和解 又跟我说 那群小混混是惯犯了 平时就偷鸡摸狗的 没少被人投诉 身上多少都带着点案底 跟他们计较什么 这时候 民警对讲机响了 外头说有人来接我了 我一出去 正好迎上杜明轩 那群死崽子也看见了 还吹了声口哨 哎哟 这傻逼的对象 还蛮漂亮的呢 脑子是有什么毛病 看上他了 这么冷的天 还露着大白腿 够骚够带劲 听哥哥的 赶紧找个有钱人 踹了这穷逼吧 我高要口吐芬芳 杜明轩就走过去 在警察眼皮子底下 狠狠抽了他一个大嘴巴 杜明轩从包里 甩出来个U盘 指着他 商场门口的监控 我都调出来了 信不信我 告你非法经营 聚众斗殴 敲诈勒索 不给你弄进去 我他妈跟你姓 那黄毛愣了两秒之后 恼羞成怒 刚想站起来 被警察给摁住了 干什么 干什么 都不许动手 一个女警察嘴上说着 将她和黄毛隔开 警察让黄毛老实点 双方互殴 他们多打一 明显我伤得更重 更何况 他们还有黄牛保卖等违法行为在先 金毛和同伙认怂了 求着跟我和解 从警察局出来后 杜明轩示意我上车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跟了上去 他在车上还在埋怨我怎么买个东西 还能和人打起来 我没说话 车子停在一个很高档的饭店门口 杜明轩一边往里走一边说 先吃饭吧 工作的事一会儿再说 我没客气 积压鱼肉一顿狂炫 吃饱了 我摸摸嘴上的油 杜总 我不干了 让李老板重新派个人才过来吧 他一愣 随后一笑 怎么 您成后续的业务 你也不想要了 我把门禁卡掏出来扔给他 要个毛 我就是一打工的 比不得您嫁入豪门的背景 我知道你看我不爽 想整我 现在差不多也在满意了吧 说完 我也不管他怎么想的 一瘸一拐地往家走 这家饭店刚好离我家不远 捞了一顿大餐 还省了好几时的打车钱 辞职了 能省点就省点 刚进家门 李老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辞什么职 我不同意 我里都没理他 直接把电话挂了 他马上又打了过来 这回声音软了下来 不想在宁城 待着你就回来呗 闹什么辞职 我平时对你不够意思 你他妈多大的人了 我想了想 干脆直接跟他 交底牌了 实话跟你说吧 我跟那女的 杜总 有过节 你要想跟宁城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第一步就是先踹开我 他在电话里 那头撕了一声 不能啊 我看人可准了 我咋觉得他喜欢你呢 我差点被气笑了 那样一女的 他能喜欢谁啊 他呢就是想整我 知道宁城的人都怎么说我吗 说我是他养的小白脸 别说单子了 我他们连会议室的门都没摸过 算了 不说了 就这样吧 在家休息了两天 我开始找工作 奇怪的是 好几家公司面试的时候 聊得都很愉快 后面却没下文了 更扯的是 有一家基本已经谈成了 最后还是给谎了 我去问原因 人事经理支支吾吾 兜了半天圈子 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 就是被掉没过 应该不是李老板的事 他虽然有点贪财 但人不坏 对我也不错 杜明轩 他这是想逼我妥协 我他妈虽然需要钱 但想让我跪着挣钱 还得看我愿不愿意 我注册了个外卖账号 开始跑外卖 一开始抢单没经验 路线也不熟 钱没整多少 还被投诉罚款了几单 太难了 这期还贷款的日子快到了 我咬牙找朋友 借了一万块钱 这时 我接到了方健的电话 他说知道我辞职了 刚好他认识个公司 缺个技术经理 问我愿不愿意去 就是不是啥大公司 跟宁城比不了 他补充 不不 已经很谢谢你了 我心说老李那公司 也不算大 都是一个大学的 客气什么 他顿了顿 又说 你也别怪人 是不 他们都得听上面的 杜总那人其实不坏 就是脾气不太好 这家公司没问题 待遇领导 都肯定让你满意 我去了方健 推荐的公司面试 负责对接的 许总对我很满意 当天就给我办了 入职手续 他带我在公司里 转了一圈 跟我介绍公司 成立时间不长 但项目还是蛮多的 所以很需要人手 他还问我 有没有关系不错的同事 可以介绍过来 待遇从优 我随口客套了几句 我说看得出 咱们公司还挺有实力的 刚刚起步 不久就有这么多项目 可做了 有合适的人才 我一定给公司引荐 等手头的工作 熟悉的差不多了 许总让我去 跟一根业务那边 他们谈单子的时候 需要一个技术 在旁解答问题 我就跟着去了 然后我越听越觉得不对劲 这他妈的 不就是想从宁城手里 抢单子吗 宁城接下来的单子 有一部分会选择 外包给其他工作室做 类似于老李的那种 这家公司胃口还挺大 敢直接跟宁城 这样的大公司掰手腕 后细经过我的观察 更是发现这家公司 专注地追在宁城后面收割 不能花钱游说决策人的 就打价格战 仿佛他们开公司的本意 并不是为了盈利 而是为了竞争 其他的同事也不免有些议论 对此 许总给出的说明是 我们要提升知名度 市场占有率和客户群的口碑 当然要对标一两家行业内的佼佼者 我想了想 还是给李老板拨去了电话 他似乎是刚睡醒 说话有点迷你瞪瞪的 半天才听出来是我 挺高兴 我问他最近的生意怎么样 他沉默了半天 回我一句 养你还是没问题的 回来吧 从他的语气我判断出 应该不太好 我想了想 说我先不回去了 结果他语气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 别人跟我说的时候我还不信 现在才信了 你这拍上高知了 你跟杜总有啥过节我管不着 我总归没惹你吧 徐静明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跟着他给不了好 最近去新公司入职的人多了起来 前同事王顺强 就是喜欢原联盟妹的那个 也来了 他看见我时还挺惊讶 悄咪咪的跟我打听公司给我什么待遇 他们都说你不在这个圈子了 没想到还能做同事 他拍拍我的肩膀 他是老李那边的资深员工了 连他都被挖来了 可见老李的日子不会好过 没想到他反问我 老李不干了 你不知道吗 我摇头 怎么回事 他把烟头扔到地上 使劲碾了碾 嗨 项目和员工一块丢 还怎么干 老李不刚从宁城那接了个项目吗 具体我也不知道 反正后面宁城就把项目陆续都撤走了 同事之间都在传示你小子把宁城那女总裁给得罪了呢 你辞职走人 老李跟着吃挂烙了呗 再次见到杜明轩是几天后 我正在他家楼下来回躲着步子 从老远就看见他的车开过来了 我动得直搓手 唧唧唧唧地跟他打个招呼 现在这个场景让我心里有点复杂 想发火都没底气 之前大学的时候 我是篮球队的 寒冬腊月也得早起地去训练 好多次下楼的时候 他都是这样唧唧唧唧地在宿舍楼下等着我 缩着肩膀 鼻头冻得红彤彤的 他从怀里掏出依旧还热乎着的包子和豆浆 让我吃饱了再去锻炼 现在的我正如他当初一样 可能人都这样吧 你说我恨他吧 可当我遇到某个相似场景的时候 心里首先想到的还是他的好 但我知道他一定恨我 他一直都是很有事业心的一个人 能说会道 上大学的时候经过层层选拔 进到学生会的外联部 给学校的很多活动都拉来了赞助 老师喜欢他 同学嫉妒他 有人传他手段不干净 他理都不理 直到我们分手 我骂他不检点 审美畸形 有了我这个身边人的铁的正眼 之前的那些谣言也被人重新提起 几个之前就看他不顺眼的学姐一合计 直接把他开出了学生会 他很快就办了修学手续 直到毕业 我和他再没见面 其实后来我想过 我应该问问他的 是不是遇上了什么困难 是不是真的很缺钱 所以才会选择和路子乔 那个死胖子在一起 哪怕是骗我也好 至少最后我得到了个痛快 我突然想一起问问他 虽然可能有点晚了 走吧 我请你吃饭 我说 我带他去吃了重庆火锅 这是他爱吃的 我吃不了一点辣 说起来 上大学的时候 饮食这方面 还是他迁就我的地方更多 我跟他沉默地吃着热气腾腾的火锅 扑面而来的麻辣味 呛得我直咳嗽 等吃得差不多了 我问他 有什么事你冲我来 跟老李有什么关系 他放下筷子 宋青 你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当初的事你恨我我知道 现在你牛逼了 可算有机会好好地愣我了 有本事你继续追着我咬啊 跟老李有什么关系 不是 宋青 你压有病吧 他站起身 你等我半天 就是为了阴阳怪气 哎 不是 我还没说完呢 你急什么 我招了招手示意他坐下 又说 你现在牛逼 也不是因为你自己牛逼 还不是靠别人 我发现杜明轩的眼眶红了 果然是因为这火锅太辣了吧 宋青 你不知道没关系 但别乱说话 这么多年了 你还是这副德行 他盯着我 几乎是咬着牙说的 这时 一个胖子从我这旁边过 把我手机给蹭掉地上了 那人可能喝得有点高 直往我们这边瞥了一眼 对不起都没说一句 刚要继续走 他又把脚收回来了 哎呦 我就说哪来这么大美人啊 这不是杜明轩吗 声音有点耳熟 我再仔细一看 天下的巧事都让我碰上了 这不路子乔吗 他没认出我来 但我怎么听着路子乔说的话 好像不太对劲 他俩不是在一起了吗 杜明轩看了我一眼 站起身示意换个地方 但路子乔不干 他从我身边挤着坐下 笑呵呵地问 杜明轩 你就喜欢这一款小白脸是吧 我记得大学时 你喜欢的那小子也是这一款 怎么现在你爸死了 你就又行了 说完 他捡起我地上的手机 拍了拍我的肩膀 对不起呀兄弟 给你手机碰掉了 下一秒 他把我的手机狠狠砸进了火锅里 滚烫的红油 见了杜明轩一胳膊 他吃痛的叫出声来 我一拳砸到他油光满面的肥脸上 就这样我和杜明轩 又一起坐进了警车里 胖子挨了一拳就晕了 到医院 医生先是给杜明轩上了药膏 又去检查胖子 啥毛病也没有 就是喝多了 介于他酒后主动挑衅 损毁了我价值好几千块的手机 还伤了人 估计醒酒后得在里面关几天 我和杜明轩则很快就被放了 我送他走到他家门口 他跟我说 这是我家 我自己的家 那你和那个死胖子 我之前可是亲眼看见他和路子乔 坐同一辆车上下学 对 之前他和我一样 是个普通的住校生 跟路子乔在一起之后 就变成有司机接送的走读生了 穿的用的 也直接升级了好几个档次 这总不是假的吧 他低声说 是真的 因为路子乔他妈 是我爸的小三 我瞪大了眼 好家伙 人物关系有点混乱 你也没想到吧 小三过得比原配还滋润 路子乔是他妈跟前夫生的 但不耽误 我爸跟他们是亲热的一家三口 我跟我妈却被他踢到里边 男人的脑回路 我打断他 别让男人说事 你爸那叫有病 天下男人不给他背过 后来 我妈打听到 我爸打算提前立一嘱 我跟我妈家都没了 总能让我爸爸一起创立的公司 都给了路子乔 我就死皮赖脸的接近路子乔 天天跟他一起回我爸家 路子乔他妈虽然是个三 但是喜欢混贵妇圈子 非常爱面子 她最怕别人在背后嚼舌根 所以对我面子上还行 后来 我妈使了点手段 从我爸手里 弄了些股份出来 套现后创立了宁城 为此路家那俩没爽闹 可好日子没过两年 我妈就查出来了胃癌 晚期 我听得晕乎乎的 哑着嗓子问她 这些事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她忧愿地看了我一眼 我为什么不说 你遇事不先跟我求证 别人乱说也就算了 你还帮忙递刀子被刺 我当时已经很烦很乱了 后来我一想 我也没精力谈恋爱了 反正都要休学了 就这样吧 哎 怎么 我在你心目中 甚至都不值得你解释 或者挽回一下话说了一半 我自己都泄了气 我又好到哪儿去了 听别人挑拨说 她上了路子乔的车 我他妈的 就跟傻子一样印记了 喝多了 跟那帮大嘴巴一通哭诉 听他们说 要帮我讨回公道 我还傻乎乎地 给人家发红包 换位思考 如果我自己摊上 这种傻逼一样的男朋友 还愿意挽回吗 当然不愿意 不抽她 就算真爱过了 我想说对不起 可是仿佛有更多的话 堵在嗓子眼 不知道该说哪一句了 她观察着我的表情 说 你该不会想说 对不起掉 还是不必了 迟来的深情比苟见 实实一一句话 把我堵得呲牙咧嘴 我正要反驳 她突然转换了话题 你知道 你们李总 为什么不干了吗 哦 对了 刚才我正跟她说了 李老板的事 被路子乔给打断了 李老板的事 真的跟你没关系 眼看她的眉毛又皱了起来 我赶紧接着说 还有那个叫安信的公司 现在公开跟你叫板 我猜你也丢了不少单子吧 她点点头 安信先去血洗了一众小公司 因为小公司资金流比较脆弱 经不住太大的折腾 她靠吃小公司养肥了自己 现在开始和大公司恶性竞争 你们李总被吞了好几个项目 人也被挖走了不少 她急得犯病了 脑溢血 好在出血量少 不是很严重 但医生说会有后遗症 比如土字不清 轻微偏瘫等 所以我给了她些钱 把公司买了下来 一来让她休息休息 二来手里有些钱也能应急 怪不得那天给老李打电话的时候 感觉她说话迷迷糊糊的 脾气还大得很 我却没有神灸 她本不想关了公司 因为还惦记着你 惦记着其他员工的出路 但她现在的身体情况 不适合再继续工作了 她没变 虽然嘴巴厉害 但依然有情有义 我替李总谢谢你 那些钱我会替她还上 把公司买回来 那都是小事 对了 你知道安信的老板是谁吗 她话锋一转 不是那个姓徐的吗 那只是名念上的管理人 对后的出资人 是陆家母子 我爸死了 他们现在手里有不少钱 所以跑出来四处搅货 想一口气搞垮我 我跟你实话实说 我现在就在安信上班 妈的 明天我就去辞职 我的怒火已经快顶到脑门了 她发了个白眼 骂我一句 就知道乱发火 动动你的猪脑子行不行 不给你安排工作这件事 是我故意的 为了让某些吃里扒外的人 坚定地认为 我和你有过节 你是可靠地拉拢对象 好不容易给你搞件安信 现在你跟我说你要辞职 原来如此 以今天的情形来看 陆子乔已经彻底认不出我这号人了 我很安全 给我介绍这份工作的人是方健 看来 他和安信的关系非同一般 我点点头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开始拼命工作 甚至加班加点 安信不是喜欢压架抢客户吗 那就让他们抢得够好了 他们压架抢单子的恶行 在这个圈子里已经人尽皆知 已经没有小公司 愿意接手他家的外包 毕竟那么多前车之鉴摆在眼前 养肥了安信 下一个倒霉的 没准就是自己 而安信贴钱抢来的单子 就需要招聘进更多的人手去做 无形中进一步拉高了人力成本 我带头开卷 使劲给业务人员 介绍之前相熟的甲方客户 还帮着业务人员一起四处宣传 找项目 拉客户 据说在一次内部会议上 杜明轩表明 凝成不会烧钱和安信搞价格战 徐静明知道后不屑的一笑 他不想对我们牵着鼻子走 但客户不是傻子 等项目都丢干净了 我看他还怎么硬气 没多久 业内的客户就都知道了安信的大名 不仅价格十分有竞争力 还有很多行业资历颇深的员工 年底的大项目终于来了 是个招标的大单 这种大单子小公司做不了 因为回款周期长 有竞争力的 也就数得上来的那几家 这天 徐总把我喊进办公室 先说我最近表现得不错 工作很积极 客套了几句之后 开始套我的话 要了前两年相关项目的几个关键信息 我说之前的内部资料 我掌握的不多 但是我在宁城 还有个关系不错的同事 他说 宁城对年底的这个大项目 很是重视 想要放手一搏 徐总盯了我足足半分钟 似乎是在判断真假 可之前杜明轩对外放风 说他不参与恶性竞争 徐总 我已经把安信当成自己的家了 我为公司做了多少 相信您都看得到 他沉默了片刻 示意我继续往下说 于是我继续一脸平和的分析 如果失去这个大客户 宁城一定会元气大伤 如果您是宁城的老板 您怎么选 实不相瞒 宁城的杜总跟我是旧相识 他性格强势 凡是一定会找机会反扑 徐静明听了我这番话 终于笑着点了点头 开标之后 我故意让公司里的人 去查拿几家去买了标书 宁城果真是第一家 正如我所说的 这一回宁城似乎是跟安信 叫上劲了 价格咬得死死的 就连安信的人 去找甲方负责人探口风 也碰了卵钉子 陆子乔开始坐不住了 我看他来公司几次 在总经理办公室大发脾气 我已经砸了这么多钱 搞不垮宁城 你就给我滚送他走的时候 徐静明的脸色很不好看 被外行指着鼻子骂 一定让他极度不爽 在最后一次开标时 安信选择再一次压价 而宁城的报价不向反升 安信成功中标了 陆子乔还在傻乎乎的高兴 殊不知 董行的资深员工 已经开始更新简历了 一个巨额的 回款周期很长 且基本没利润的项目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烫手山芋 被塞到手里 吃不到嘴里 还不能扔 外人看了眼红 可谁疼谁自己知道 等陆家那两人 那锅帽来的时候 徐静明早就辞职跑路了 但这种做法 终归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宁城也没讨到什么便宜 安信已经把市场 搅和得一团乱 宁城暂时也难以 回到巅峰时期 杜明轩却说正好 借此机会 清理清理那些 隐藏许久的害群之马 现在市场不好 正是裁员的好时机 其实他早就看穿 方健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我辞职之后 一直在面试环节 给我暗中使绊子的人 也是他 一切都因为他要利用 我对杜明轩的了解和恨意 并确保我能入职安心 不折不扣的阴险小人 好在终于有机会收拾他了 杜明轩重新将 牢里的工作室开了起来 调方健去做负责人 他当然看不上这家小公司 认为这是在名声暗将 变相流放 大概是知道在宁城混不下去了 闹了一通走人后 据说他想去安心 他是徐静明的关系 徐静明是没半程便跑了 陆子乔正恨得牙痒痒 便故意开了高架 引得方健去面试 当众给他好一通羞辱 一向自视清高的方健 怎么受得了这个 当下跟他闹了起来 陆子乔便叫人把方健 给打进了医院 据说伤得还挺重 不知道这一次得判多久 这个圈子就这么大 当我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 笑出了猪叫 观战狗咬狗 就是爽啊 我接手了李老板的工作室 名字什么的都没变 原地重新开张 我给他打电话交代了一遍 并告诉他 等他病好了 我努努力 争取早点帮他把公司 从杜明轩手里买回来 李老板的口齿 比上次通话时顺流了不少 他骂我 酣批 你要是跟杜总成了一家人 不就不用花钱了 别说我那小公司了 将来宁城都得有你的一半 我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李老板 李叔 您先歇着吧 我不打扰您休息了 他一听 又开始激动 你以为我是贪那点钱 告诉你吧 杜明轩那丫头 绝对对你还有意思 我要是说错了 我他妈把脑袋给你 哎不是 您的脑袋都出过血了 谁还要啊 快自己好好留着吧 挂了呀 宋青 你当我不知道呢 也不知是哪个孙子 之前喝多的时候 见了人就抱 喊他妈喊着杜明轩 人就活这一次 你他妈不后悔就行 李老板的声音 通过车载蓝牙电话 回荡在车内 这小小的空间里 趁着前面的红灯 我赶紧把电话给挂了 从后视镜看了看 坐在后排的杜明轩 他正闭着眼睛 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 还好 我轻轻嘘了口气 杜明轩去见客户之前 先去了趟医院换药 他胳膊上的烫伤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只留下一片浅浅的粉色 医生说好好护理 应该不会留疤 说实话 我挺心疼的 老李的话 不知他听见没有 但一直在我耳边回荡 人就活这一次 我不想后悔了 下楼的时候 我在电梯里 大声汪汪叫了两声 同城的一对母女 警惕地看了我一眼 往电梯的角落挪了挪 杜明轩瞪着眼看我 你脑子刚被电梯门挤了 汪汪汪 够了吗 不过我接着叫 电梯门开了 那对母女飞适地跑了 宋青 你又发什么疯 他摁住了开门键 似乎也想跑 杜明轩 你之前不是说 持来的深情逼狗见吗 我他妈豁出去了 当狗就当了 什么狗屁对不起 说那些都没用 我现在只想重新追你 虽然现在咱俩身份不一样了 但我脸皮厚不怕 你可以去搞那些什么财产公证 我都配合 如果你对我完全没想法了 就伤我个耳光子 但我跟你赔罪了 今天起 我觉得这个念想 踏踏实实跟你混事业 争取早点把牢里那钱还你 也不知咋的 我说着说着 突然有了即将奔赴战场的悲壮感 眼圈一阵发热 几乎快要热泪盈眶 还好被我硬生生给憋了回去 他愣了三秒 果断地抽了我一个大嘴巴子 在巴掌响的 吓得路过的一个大叶 把不锈钢饭盆都扔到了地上 我只感觉脑袋嗡的一声 像是瞬间胀大好几倍 脑门也开始冒汗 不是 杜明轩 真是不要钱的巴掌往死里打呀 你再吓着别人 我左半张脸被抽个东目了 好在他一松手 电梯门又关上了 你打也打了 这回咱俩算是彻底扯平了哈 怎么 只能二选一 我偏不 这是你欠我的 他说着 向前一步揪住我的领子 得意道 宋青 打了你 你也得重新追我 我盯着他脚狭的双眼 说句靠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